眼睛能看别人一眼 就会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你的心意识会有边界吗 也是没有边界的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名 能找出一个东西 什么叫鱼翅 拎个出来鱼翅是什么东西 鱼翅有体相吗 有形状吗 没有的 无名就叫鱼翅 我换了一句话 无名 无无名 无名没有体相 也没有本质的 所以正因为没有本质 没有体相 也没有谁会生出一个无名来 所以无无名 亦无无名 净啊 就像我们现在讲 我们把这个灯打开了 黑暗没有了 这是我们的人的一种分别念 黑暗真的是有生和有灭吗 黑暗有生灭吗 黑暗只是个光的对比度啊 我们物理为什么人真的有黑暗 这是光的对比度而已啊 你开的那个车 你开的那个车 稍微旧一点 然后别人开的一部车比较新 然后它那个灯光比较亮 你会觉得你的灯光是暗的 对不对 明明你的灯光是亮的嘛 但是你对比出来 别人 哇 是越野车 是什么大仙灯啊 那个仙还是山 我也搞不清楚那个字 气子下面一个山 那个山气大灯 对不对 灯很亮 然后又觉得 我这个车灯好暗哦 对不对 无无名亦无无名净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打破了我们的狭隘的分别 当你自信光明出来的时候 这个就告诉我们 无无名亦无无名净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净 我们那个佛性 我们前面讲了 不够不净 不争不坚 不生不灭 那已经笼统地讲过了 那这就再具体地讲 无老死 就前面我问的一样呢 这个这个 前面讲 这个它不从父母所生的 我们死了这个身体 就是挺那个了 当那边 像一件衣服脱到那边了 但是你的那个佛性 也没有死啊 对不对 它有老死吗 你的佛性会长皱纹吗 你的佛性会长白头发吗 它会死亡吗 所以无老死 为什么普贤菩萨说 虚空有尽 众生业尽 我愿无穷 因为如来的体性 有尽嘛 所以无老死 一无老死 尽 无边际的 你看学佛多好 学佛 本来我们是 我们这个生死轮回 一回就看到 一个障碍 老 一个病 我死 一个层层障碍 一学了佛之后 好像你就生空生起来了 让我们就超越了 这个生老病死的 这个勾坎 障碍 非也了生脱死 超越生老病死 原来我们这个生老病死当中 还有一个不生不死的 无老死 亦无老死 苦哪里来的 苦是迷惑 造业 感召的 有灭苦之法 有道可修 那个时候是对一般性 大家都听得懂的 这个时候 那不是从众生的 烦恼的角度 迷惑的角度 而是从佛性的角度 觉悟的角度来讲 无苦即灭到 哪里有苦即灭到 我们现在喜欢乐 不喜欢苦 到那时候 你会觉得 乐很享受 苦也很享受 苦也很亲切 这时候在什么时候 可以用到功夫 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 以前生病你都会恐惧 赶快找医生去 赶快干嘛 找到医生 打针 比那个病还要痛 所以我最怕打针 我就有时候熬着 明明生病了 我也不跟父母说 我就怕一跟他说 马上拉我去打针 痛到没有什么 打针比那个还痛 对不对 然后就 当你病痛的时候 你就不要派斥他 完全接受他 甚至你可以赞美他 还有这个感觉 你拥抱他 赞美他 马上阴的就变阳的了 这很奇怪的 本来他是痛 他是阴的 他是来清损你的 但是你拥抱他 你赞美他的时候 他变成朋友了 发现没有了 再找痛 痛了不可得 这个很奇特的 接受一切 般若的智慧 就是接受一切 看破一切 超越一切 没有对立的 这就是佛教 佛性所展现的 大平等 大清净 无苦即灭道 无智亦无德 乃至你的佛性 是你动脑筋 想出来的吗 不是啊 他一直就在 不管你觉悟不觉悟 他都在 是不是 大家你有没有听法 他是不是都在 你以前没学佛的时候 他在不在 现在是不是也在 我讲了老半天 我讲三天三夜 我能给你那个佛性 增加一点吗 能不能增加 所以叫不增 知道吗 然后你就 三千年不学佛 跑到地狱里去了 请问你那个佛性 能减少吗 所以叫 再佛不增 再生不减 所以叫 无智亦无德 他不是你动脑筋 弄机 弄机 这个 有机巧里产生的 造作出来的 不是 不需要什么 所谓的智 智慧 为什么般若不翻译成智慧 就这个意思 智慧它是 还是从积累里来的 从经验的积累 而产生的一种 一个人经验越丰富 的见识越广 有可能他懂的东西越多 但是你的佛性 要你那个吗 不需要的 那你得到佛性了吗 我现在 我讲你们明白了没有 没明白 你得到了吗 是不是得到的 不是得到的 我现在讲 你得到 你看看 你有没有得到一个皮夹子 你摸摸 没得到 我皮夹子在口袋里 没掉 如果掉了 你说 我掉了 我再把它捡起来 你有没有得 没有得的 因为从来没有失去过 对不对 所以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固 你现在你心是不是很平静 很平静 因为这个时候 不需要有为造作 它本来就不减 本来就是零零明明 无法去消灭掉它 无法去消灭掉它 所以不懂这个道理的人 他就 我的仇人 我要把它杀掉 我要把它消灭掉 你把它消灭掉 你能消灭掉它的肉身 你能消灭掉它佛性吗 消灭不掉的 但是在它的八十一式田里 这个根就种下去了 你今天消灭它 它明天消灭你 所以大家叫冤家一结不一结呢 因为一旦八十田里种下那个冤 你生生世世就是 冤冤相报 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这个有佛性了 自然就会在阴地上非常 所以叫善有乐报 恶有苦报 这很重要的 标准的佛教用词就是这样 社会上一般人都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其实这个还不是 佛教的来 严格的来说 你做善的人 以后会有快乐的果报 造恶的人 以后会痛苦的果报 这是乐受和苦受的区别 所以作为菩萨一个觉悟者 他的这个阴地上 非常的它细 很细的 种什么阴 他会折什么果的 所以这个 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多 以波罗波罗弥多故 因为他按住的这样子如来的体性里面 智慧的本体当中的时候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比如说你领悟到这个的时候 你走黑夜 你有什么生动 有什么响的时候 你如果安住在这个智慧本体里 你还会怕吗 你又不会怕的 这个很重要 你们要去试的 有了这境界 远离颠倒梦想 前面无挂碍 无恐怖 那你试试看 以前你走 走什么路 比较怕的 但是你 还是晚上不要去走 晚上你在那儿训练你的心 出来一个歹徒 正好抓到你 皮夹子有没有 拿出来 拿刀压着你 所以你晚上还是不要去 所以佛也规定我们 佛弟子 那个疑难恐怖之处 不要去 有狼虫出没 有蛇 有毒 有虎 有狼 有歹徒 出没的地方 你不要去 佛就规定我们 这个时候 我训练呢 只不过你们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安全的情况下 你训练 明明知道 我以前 我走到这地方 我会怕的 我会寒毛 会竖的 现在我就特意 走到这地方 然后安住在这个 般若的智慧当中 你看 你还会怕吗 不会怕的 那时候你放光 还会怕 你不但不会怕 你会觉得 非常的平静 非常平静 所以这样去 远离颠倒梦想 我们平时 是不是在颠倒梦想里 你看色受想行识 然后就忘掉了 这个般若空性 只看到色身相未出发 就迷在我们的 眼耳鼻色身意 色身相未出发力 对不对 如果你都回光返照 安住在这个 般若空性当中 那就不会有 颠倒梦想了 就能够 揪尽涅槃 什么叫揪尽涅槃 你的 也就是说 后天代 我们的生命 回归到 你的佛性当中去了 佛性本来就是 大涅槃 大清净的 当你完全 合进去的时候 就揪尽涅槃 这个才是揪尽涅槃 不是说我穷 我赚一笔钱 或者别人 给了我一笔钱 我很开心 我困了 我睡一觉 然后 这些都是相对的 究竟的涅槃 只有当你完全 就是自己的 这个薄弱性 恢复了 安住在里面的时候 这才是究竟涅槃 这才是究竟的 告别生老病死了 我这讲告别生老病死 是不是 我们还在老吗 我们还在病 对不对 但是你不跟老 不跟病对立 你完全还是安住在 你不随着你的业 你不随着你的业去 你还安住在你那个 清净的如来本性当中 这个般若空性当中 这个就是诸佛的心 这也是我们本有的心 这也是佛说八万四千法的精华 所以今天我都是教大家 怎么样去受用 读这个信经的 读又没有 我们就安住着 读到一句 安住一句 去修 依波罗波罗蜜多顾 三世诸佛 三世诸佛依波罗波罗蜜多顾 得阿诺多罗三妙三不提 过去一切诸佛 都是依的这个 圆满了无上正等正觉的 因为那个无上正等正觉 不能离开这个佛性的因的 这个因才会有那个果 所以一切诸佛都是 依波罗波罗蜜多顾 得阿诺多罗三妙三不提的 因是无知一无得的 但果却是讲得 他得阿诺多罗三妙三不提 你看没有 有没有个得子 对吧 这果却是需要你 敬念相继 互念着 最后才能有这个成果的 对不对 这个因是不需要得的 因每个人都剥夺不掉的 每个人都佛性的因 都剥夺不掉的 但是这个果却是一个缘起 因缘 你有没有互念 所以佛陀的涅槃经理 最后他要离开我们了 就是说 不能说每个人都有佛性 一定成佛 这样是错误的 应该怎么说呢 一切人都有佛性 当他觉悟到自己佛性的时候 他戒恶修缮 就是积累功德之粮 最后圆满 他最后就成佛 佛在涅槃经理 很清晰地这样告诉我们 也不能跟这个说 你这个人很坏 你永远成不了佛 也不能这样跟他说 应该说 他现在无名 他不觉悟到自己的本性 他如果觉悟了之后 他以后只能忏悔业障 能够戒恶修缮 他最后圆满了 他也是可以成佛的 所以才总结了说 不能说一禅体不能成佛 也不能说一切 他有佛性 他就能成佛 所以因缘很重要 因缘果报 对不对 佛教就讲 因缘果 这三个字 所以我师父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佛 菩萨 善知来世间 就是这样 依的众生的种子 这个因 然后给他种这个缘 然后让它增长 过去种的 那现在成熟 现在种的 以后让它因缘增长 然后以后成熟 所以这个佛菩萨来世间 他不空过 就是因为这样 他做众生成佛的诸道因缘 所以佛陀他在说 我把这个法都讲了 如果你们不按照我法座 我在你面前也没有用 对不对 如果你们能够把我的法 尊重 守护 能够依教奉行 虽然不在 就跟在一模一样 所以法为诸佛之母 法为母 法为菩萨母 所以三宝里面 法宝 它的位置很高的 法很重要的 法是我们成道的重要因缘 善知识是我们破迷开悟 是我们转邪成正 非常重要的因缘 没有善知识来切入到 我们的生命当中来 来这样子提携我们 我们很难觉悟的 觉悟之后 要依着法 要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自身 所以这里面有个德 阿诺多罗三妙三不提 这个德它是一个需要有因缘的 波罗波罗蜜多 就是德阿诺多罗三万三不提 渡一切苦恶 真实不虚 从这个教度上说 生死是可以了的 而且是极乐世界是真实的 诸佛的境界 阿诺多罗三妙三不提 这个果是真实的 这个法也是真谛 也是真谛 真实不虚 所以这个前面都讲空 这个空 那个空 那个空 最后为什么讲真实不虚 不空 所以那个空 你不能当顽空来理解 你当佛性 那最后是真实不虚 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 是不是真实不虚 你按照佛性修 你脚 我们的生命的脚跟踩在佛性里 那以后的果是不是就是成佛 这是真实不虚的 公不堂捐的 这波罗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这三个 这四个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也是四个境界 我今天不仔细再讲了 你们以后自己 你从文字上 一文解义上 你们可以查资料 我今天全门就是讲那些 文字上没有的 你到书里看不到 我讲的今天 讲的你 你到书里看不到的 是让大家得受用的 它也是四个境界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文字上解释很简单 那也是果地上 我们这样修了之后 会有这个境界的 所以我师父有亲自 有这样跟我讲 心经前面的这个文字 也都是咒 也都是咒一样的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故说般若般若密多咒 即说咒也 这就是般若 般若佛母的行咒 般若佛母的行咒 般若空性 为什么般若 把它称为叫佛母呢 我们这也是用 我们人能听得懂的一种话 佛母 母是长养的意思 佛母呢 是长养善法 长养圣种的 所以叫佛母 波若呢 其实波若它就是 长养善法 诞生一切诸佛的 我们安住在这个波若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莲花 这个波若就是我们的莲花 莲花为父母 安住在这里面 我们就能够花开见佛 就能够成熟我们的佛果 所以这个座 这个座就是波若佛母心座 这个 达地阿达 摁 摁 鸽地鸽地 佛若鸽地 佛若桑鸽地 波若桑鸽地 波若双哈 波若双哈 这个字是完整的 这样读的 所以这个乾隆皇帝的 这个《星经》里面 它是这样 这个座子这样落的 我们平时读的呢 就是直接那个 接地接地 波若接地 波若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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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安住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那个经文的意义 你都能够了知了 然后就进入这个 咒的三昧状态 你安住在这里面 那这个里面 这个咒 其实它又有实修的部分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 依止善知识 这一步一步带 师父带徒弟 这里面其实都是有的 文字你有的 文字的含义要讲解 要带领你进入这个文字的境界 这需要有师父带的 没有师父带你念一辈子 你不知道 文字的意有时候也不解 你就拿茶字典 你去看别人讲解的这个 但是你要进入到这个境界里面去 这个就叫密 这是密 这需要师父手把手给你带进去的 所以我们参加法会来 听经文法 跟师父一起念佛持咒 也是很好的 因为 就我们出家人 他念佛 毕竟 他有他的功底 对不对 有他的功底 同样一句佛号 但是不同的念还是又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它是无量 就是这个意思 那谁不从众生 他也显现的不一样 所以说那个少康大师 他念一句佛号 口中放入的光 光中画一尊佛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尊 那个叫散导大师 也是这样 念一句佛 口中放一道光 那就是要修 你要领会 万德鸿鸣 八万四千法门 你所领悟到的 你平时跟着师父们 你看 种种的善行 我们八观灾界 所沉淀出的生命的境界 都汇聚到这些佛号里 汇聚汇聚 就庄严大 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已经庄严了 但是我们也要用德 用这个功德 敲开这个门 佛者的话 佛跟我们距离很远 凡复跟佛 佛虽然这佛光 就是我们无内外的 射受着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摸摸不到 到外也摸不到 离也摸不到 那通过这个心经 般若的 般若心经的 我们去体会的话 你体会到这个 这个般若的 从第一个字 观 观自在 菩萨行人 般若不老迷 道是照见乌云皆空 照 每个人我们如果都有这个观 正观 都有这个绝照 你相信吗 他就是佛 大家相信不相信 每个人的佛性 每个人都有佛性 我们都有 但是现在如果 那个就是你的佛性 你相信吗 所以过去古代也是这样 叫 师徒相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把你的 把你的那个 那个佛性找出来 那就是你的佛性啊 我说见性 见这个性 你就见到佛了 那就是佛啊 阿弥陀佛 无量光 无量寿 你的那部分 就是阿弥陀佛 无量光 无量寿 你能融在那里面 你能忍我 双亡 窘托 根层 那你就 哗一下 就融到阿弥陀佛 怀抱里去了 你现在的话 我跟你讲 你还是相似的 虽然是你的 但是这个我值 你知道我值很大 我值还膨胀着 就好像我告诉你 那个水就是海水 那个水在海水 但是你是个泡沫 你就沾到 你沾到海水了 你就沾到海水 但你要 你进不去 要进去 有可能 师父想 那手把你按下去 手一放掉 噗咚 又上来了 有时候跳得 还更高一点 对不对 也是这样的 反弹 师父带你们修行 带修 把烦恼 有时候压出来 还反弹 本来跟师父 蛮那个的 蛮有信心的 有时候别人也是的 别人也有这样的 有的人就喜欢 看我的电视 看电视 但看看 当面看看人 不过如此嘛 对不对 但看电视还好 他因为他很高兴 他想声音 开大一点就大一点 噢 这个画面暗一点就暗一点 他一不高兴 调台 把你 这样让你退出历史舞台 调台 对不对 他要看就看 他不看就不看了 他要当面就不行了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 还有奇怪的 他说 他说师父 你就坐着 我看着你就可以了 你别跟我讲话 你讲话 我听到你讲话 我就烦 他说我看着你 我很舒服 我很舒服 你千万别对我讲话 你看 是不是 这就是那个 你要讲话的 要让他心开意解 反正就反弹 对不对 请问我们身上有没有业障 我们身上有没有冤亲在主 那冤亲在主 那个冤家想不想 想不想让你好好的 安安静听我讲法 不想的 你如果一旦靠近佛了 你融在佛光当中 他还能报仇吗 他报不到 他要么跟着你一起成佛 一起融入光明 融入光明 他心里面有怨恨 他能够融入光明吗 不能的 但是他又不舍这个怨恨 他觉得 我有百分之百的怨恨的理由 因为他过去杀我 吃我 害了我 是不是 他觉得 非要 我也要这样子 让你痛苦 我才过瘾 我心才稍微安一点 是不是 陈恒心强的是不是那样 陈恒心强就那样 他通过骂的手段 或者打的手段 让别人痛苦了 他心里又觉得 好一点 但好嘞 你让别人痛苦了 别人又恨你了 对不对 别人又打还你 骂还你 打还你 骂还你 你心里又不舒服了 所以就是这两股 这个两个魔杖 又从你到他那里 又从他那里 又到你那里 一直会占据你 又会占据他 所以我们这个学佛 都要放下 恩怨一起放下 恩怨怨 放下 然后的话 正觉献出来 所以就 那个 四五量性 叫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 这个善的心态 就是照耀你的状态 在安住的那种状态里 所以这个般若 这般若的体性 我们在座的佛性 都是有的 但是如果给你 仔细地给你讲 讲出来 让你体验到 然后问你 那就是阿弥陀佛 你相信吗 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讲 我们在座的 大家都很有善格 你知道 我讲那个佛性 有的人领悟到了 但是你能把这个佛性 你告诉你儿子 或者告诉你爸爸妈妈吗 你能告诉他吗 你能拿得出来 让他看吗 你说我觉悟了 我觉悟到了 所以有一个人也是这么 残堂里面 我高兴坏了 自己 我觉悟了 我觉悟了 我悟到了 大家都被他吓一跳 然后方丈和尚指导之后 就集中 说来来来 你刚才喊的出来 你说说看 你觉悟到什么了 大家都很正式的嘛 大着一着听他 觉悟到什么了 然后方丈和尚先念三只相 佛前上相 然后他 他也是 叫他讲的嘛 他觉悟了嘛 他也来念三只相 香念完了 站在那和尚 大家等着他说觉悟呢 他就说了 说来了一句说 香已念起 悟却不悟 香我是擦好了 但是我悟没悟 这方丈和尚给他进口 是是是 他确实悟到了 有一个也是的 开路了 他别高兴 开悟了 开悟了 方丈和尚说 集中 集中 有人开悟了 好 让大家 都知道一下 证明一下 所以我们 那之前 以前很多寺院 禅宗寺庙 都有挂牌开悟的 你走到这地方 你会看 某某法师是开悟的 某某禅师是开悟的 那你就参学它很简单嘛 有挂牌开悟的 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都不知道 唯一的就是说 经历文革 几十年的 瘋活 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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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活的考验 没有退薪的 没有还俗的 它肯定是开悟的 现在我们鉴定 就是这样鉴定 所以你们到大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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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学善知识 你就要去参访 哪个老和尚 是以前出家的 比如说是以前 文革之前就出家的 他都没还过书 被打 被骂 被批斗 幽洁 被戴高帽 种种的枕 他坚持着 这个肯定是开悟的 他不开悟 他没有这个力量 能看过 能看过我们众生的 共业 这共业很恐怖的 所以我们鉴定 就是这个鉴定 我也是以这个标准 去参学那些 大善知识 只要你遇到一位 这肯定都是大菩萨 还不是 不仅仅是开悟的 不是一小菩萨 都是大菩萨 都不退转菩萨 什么叫不退转 遇到任何境界 不退转的 不退转地菩萨 不检验过的 所以也有好处 像我们这一代人 正好就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参发了 很多这样子的 大善知识 反而你如果 你没有经过 这样的考验 你还不知道 谁是大菩萨 谁是开悟的 所以方丈和尚 几种 谁开悟了 我们听听他 开了什么悟了 啊 我走发了吗 我走发了